营运的面包车在南京地铁天龙寺站附近遭到了客管执法人员的查处 而车主呢为了逃避处罚上演了一出撞玻璃钻车底的闹剧 不过最终当然还是逃避不了处罚 这辆挂有私家牌照的面包车除了驾驶员之外何在是七个人 但当执法人员查处他的时候发现车内竟然坐了十名乘客 我们看到车主还在车内增加了一些额外的座位 因此这辆车的车主不仅涉嫌非法营运还存在超载的违法行为 乘客表示他们是从铁心桥上的车坐到天龙寺地铁站 每人给车主两块钱的车费 见自己非法营运的事被揭穿车主先是引起了苦肉计 结果执法车上的一面车窗玻璃被其用头撞掉 见执法人员仍不买账该车主又跑下车耍起来来 反复劝说无效后 执法人员只得请来车主的父母帮忙 两个多小时之后 执法车才得以正常通行 执法人员表示 面包车车主非法营运在先 还妨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 他们将对其从重处罚 近期南京客馆运馆等多部门联合执法 在原三个大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大队 重点对中央门南京火车站南京南站等窗口地区秩序进行管理 并对非法营运